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414集 太子殿下的日常 你又不用说话 什么都有黑影帮你说 乖点别闯祸 听到没 那你娘难道轩辕杰想见就可以推掉啊 天尊想来想去都觉得道理不通 白玉堂盯着她看了良久 点头 当然能推掉 你不知道女人有个理由 什么事情都可以推掉 什么理由啊 天尊一歪头 展昭和黑影也好奇 白玉堂沉默扮上 开口 月事来了 展昭终于是没忍住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黑影笑的手指抖 随后就见天尊一跃而起 幸好白玉堂有所准备转身就跑 于是房间里就见两道白影贴着墙壁绕着梁柱一路转来转去 俩师徒在房间里如影随形就练开了 臭小子 为师教你功夫 你就知道气我 娘 你消消气啊 白玉堂凑到他身边 天尊要抓住他 白玉堂又躲开了 最后天尊气不过 见展昭就在一旁喝茶 立马伸手一把拽住他头发 用力扯了两下 展昭一惊 揉着脑袋看天尊 天尊眯着眼睛戳展昭脑袋 都是你教的 我家玉堂以前可傻可老实了 展昭揉着脑门 很无辜地看着天尊 不过想想也是 白玉堂怎么这么欺负天尊呢 这时就听到了外头的敲门声 白玉堂瞪了天尊一眼 天尊扁嘴 黑影帮他把纱帽戴上 自己闪到了屏风后面 展昭去打开门 福告笑咪咪递进来一个汤锅 这是厨房给白夫人炖的雪葛燕窝汤 展昭笑了笑 帮忙接过 福告就又跑出去忙了 展昭将汤锅端回来放到桌边 白玉堂这会儿坐到了天尊身边 吃不吃啊 天尊见盖子打开 味道还挺香 就哼了一声 展昭拿着小碗给天尊盛出一碗 见满满一大锅就又给白玉堂 黑影和自己也盛了一碗 坐下刚想吃 天尊抢了白玉堂那碗 不给你吃 白玉堂见天尊还不开心 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天尊看了一眼是一枚玉簪 眨着眼 那是什么 也不算什么 就是当年杨贵妃带过的一枝玉簪 宣言节送给我娘做礼物的 天尊眯着眼睛盯着那枝玉簪 哎呀 晶莹通透 上边还有迎头小字刻着当年几位著名诗人赞美杨贵妃的诗文 天尊瞄着白玉堂 要不要啊 天尊摸了摸鼻子 白玉堂将玉簪塞进了他手里 天尊摸着玉簪仔细看 宣言节皇宫里不少古玩珍藏 过几天我就说我娘喜欢字画 让她弄几幅真迹来给你欣赏欣赏 天尊又瞄了他一眼 将那碗抢走的雪哈汤又放他眼前了 美滋滋收了玉簪喝汤 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 忘记了 展昭哭笑不得 白玉堂真是斗的一手又哄的一手 真不知道该说他对天尊太了解 还是说他哄老人家实在拿手 等天尊吃饱了去午睡了 白玉堂就看向黑影 这段时间麻烦你看着我师父 别让他乱跑 放心 要不要我假扮成女人 展昭和白玉堂一惊 那什么不用那么委屈你 委屈什么 易容装扮我最拿手了 尤其是扮女人 说完 黑影兴致勃勃 拿着个大包袱跑去隔壁了 没一会儿窗户外边 跳进来了一个胖阿姨 展护卫喷了今天的第二口茶 黑影溜达了过来 开口 我在赵家军一直都做密探 或者卧底的 这柴事没少干过 我们几个影位半男半女 那是家常便饭 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 胖阿姨一开口就一个大男人的嗓音 好为何 白玉堂看了黑影一会儿 摸了摸下巴又转脸看天尊 要不然 你在想什么呀 天尊一眼瞪过来 白玉堂老老实实低头喝茶 展昭含笑看他 你再做怪 小心天尊真的打你屁股呀 下午白玉堂出门找来福告 有没有什么事情要做 太子 你要不要去选美 今天一路喝茶都不顺地展昭 喷出第三口水 白玉堂无语地看福告 不是不是 我是说太子殿下 要不要去看选美比赛 什么选美比赛 宫中每三个月会有一次选美比赛 因为宫中皇子身多 很多皇宫贵族 官宦伤古家中的女儿 都会送进宫来表演才艺 美人们争气斗艳 很多皇子都会去看的 有中意的就挑了做妻妾 那如果一个皇子 挑中那个姑娘不喜欢她 喜欢的是别的皇子 那怎么办 这也没事 问她喜欢的那位皇子 要不要她呗 多半是要的 因为这样就压了别的皇子一头 很有面子的 展昭和白玉堂文言摇了摇头 殿下 您的宫里一个女人都没有 你也不小了 不成家 白夫人不着急啊 都说了有心上人了 那什么 选美人除了选女人 还选男人呢 话没说完 白玉堂无语地看她 男人女人都不要 都说了我有心上人了 太子殿下用情专一 真是世间少有的好男人 宫中那些皇子皇孙 三家四戒都是常事 一个个贪得无厌 都拿那些美人当玩物 太子殿下 钟情的那个人 真是三生有幸 几世修来的好福气 展昭突然连着打了三个喷嚏 殷大人是不是伤疯了 展昭揉着鼻子干笑 两只耳朵通红 那做太子除了看选美之外 还需要干点什么 除了吃喝玩乐之外 不用干别的吧 每天就只吃喝玩乐 是啊 所有皇子都是一样的 念书习武军国大事 都没人教吗 都没有的 小时候就这么玩到大 等到了大了 自己想学可能会学一点 不过也学不了多少 学武功可能多一点 因为功夫好的 皇上会喜欢一点 殿下 你不知道呢 其实皇子里面 有很多都不识字 特别是年纪轻的那些皇子 大一些的还好 不过都在外地 不在皇城里呢 白玉堂皱眉 这么多皇帝的儿子 竟然连字都不认识 这什么情况 这时候 周易跑了进来 殿下 六皇子那件命案怎么样了 皇上听说之后 就点了点头 说埋了吧 白玉堂皱眉 展昭也觉得不可置信 就算不是亲生的 也不至于吧 没说查凶手 皇上说 这阵子心情不错 这种丧气的事情 过几天再说 展昭和白玉堂心中 都忍不住 升起一股厌恶之情 这也太奇怪了吧 对了 白玉堂皱眉既然无事可做 不如去皇宫找找 昨晚那个凶手的下落 于是就问福告和邹议 我想在皇宫里 四处逛逛行吗 呃 还是不要了吧 殿下 皇宫各层 都归属于不同的皇子 我们能自由出入的 只有太子府 要是去了别的皇子的行宫 说不定又要惹出事顿 然后最上层 皇上居住的宫殿 出入都要经过允许的 那做太子 就没点别的可以干了吗 邹议和福告对视了一眼 两人想了想 要不然逛下皇城 白玉堂觉得 这倒是也可以接受 逛不了皇宫 就逛皇城吧 找不到高手 可以找找北海的兵马在哪 于是白玉堂和展昭 就想跟着邹议和福告 出皇宫 谁知这时候房门一开 一个胖阿姨 扭达扭达的就走了出来 少爷 夫人也说要一起去 白玉堂和展昭 对视了一眼 带着天尊上街 只是他俩还没来得及说话 天尊已经带着他那顶 将整个人都遮住的 大沙帽走出来了 大大的茂沿下边的白沙起脚 好 天尊晃晃悠悠悠出来 从走路姿势都能看出来一股别扭劲 福告立刻拍马屁 白夫人果然是清光清晨啊 光看身姿就使恶诺多姿风花绝代 展昭晃晃 展昭庆幸这会儿没喝茶 不然估计要喷福告一脸了 天尊憋气 隔着白沙瞪白玉堂 兔崽子 走吧 孩儿陪您下山走走 哎呀 玉堂扶着我走路 说话声音好温柔啊 好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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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昭在一旁看着白玉堂扶着天尊往外走忍不住微笑 也只有这会儿这师徒俩才能不那么别扭的相处在一起 虽然天尊的确是到了需要晚辈扶着才能到处逛的年纪 但是他的外貌和武功 白玉堂平日如果那样做估计会显得很怪异 但是这会儿无所谓了 隔着一层纱就隔走了各种视线 娘嘛 怎么贴心怎么孝顺都是理所当然的 展昭笑咪咪跟上 尽量走在黑影假扮的那个胖阿姨前边 说起来黑影不知道从哪观察的胖阿姨的举动 从后面看扭搭扭搭的好像个准备去给人做媒的媒婆 展昭感慨 赵普这帮影位也实在是人才